雜販的笑話和新聞 下了那麼多 宜蘭景峰今天就在路東共進路 辦理歡雜販的活檔 向路東民眾選擇 景峰就通過 當時路東的金融機構 在今年三月份 就已經組織二十四天的雜販 今議院是關達兩千多萬 景峰在要請多多 金融機構加力歡雜販 李文航選擇 雜販雜販不能來騙招 我的錢 宜蘭管警察局 就今天一個人叫做宜蘭華爾街 路東共進路 辦歡雜販活動 向民眾選擇歡雜販選擇 挑歡雜販給李母 也跟滾行選擇 有人從台北正港來跳舞歡雜販 民眾說 詐騙集團的手法越來越多 那樣 差不多每天都會遇到 譬如說母親國社教的名義 還要退稅 很多都是可以 取代電話 出來是大腳 可能比佩 手法大概都怎麼樣 手法大部分就是退稅啊 然後室內電話 對 雜販要怕數量太多 根據警方統計 可能是路東上的金融機構 今年三個分 就跟二十七個雜販男動來 今天到二千六百萬 今天很怕人 這些錢如果是被騙走 對民眾來說是很大的損失 也要特別感謝我們銀行 第一線的行員 來幫助我們做最後的把關 發現有可疑 拜託警察跟銀行 緊營合作 警方說真的需要 運行第一線的行員到三天 跟警方合作 就有辦法幫助民眾 跟新郭貸來錢收到 也希望大家既關心出來是大人 就要把人和錢都顧得好 能讓照片一團騙起 記者中學部讀